婆婆媽媽們拿起粽葉 將餡料放進去後綁起來 一顆顆好吃的肉粽就完成了 對於農會辦理這樣的活動是相當的感謝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日梨洋會 基盤這個端午節綁肉粽的活動 也看到很多鄉親時代 做的來這裡參與 把我們的幸福和快樂都包在裡面 在這個端午節前夕 也要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很好的啊 讓年輕人有學習的機會啊 因為現在年輕人都不愛做這種事情 來這邊大家互動 他就能夠多學習 農會很棒 很好啊 讓所有的婦女可以集中在一起 讓這個綁肉粽的技術可以傳承下去 不會的可以來學 會的可以教 端午節就快到了 為了推廣台灣在地農產 於是鄉農會日前也舉辦綁肉粽的體驗活動 並選用在地的白米香菇等等 希望透過活動的方式 可以來推廣台灣在地農產 我們等全部都我們台灣在地的一個優良食品 讓我們在地的鄉親 可以吃到我們台灣最好的豬肉 最好的菜豹 最好的肉粽 這樣可以感受到我們台灣農特產 它的品質的優良 那更重要可以借機會去推廣農會 各個農會的不同的產品 讓我們在地與鄉民可以知道 其實台灣從北到南我們的物產的豐榮 我們裡面有用到我們的國產米 以及說我們最重要的魚食三寶 魚食的香菇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結合我們的食農體驗 讓我們的哥哥姐姐們 知道我們這裡的在地食材的美好 也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可以把我們的香菇 老大推廣到我們全台灣 讓我們所有的消費者都知道 我們蜜蜜農會的產品好 議員王秋叔也到場參與 王議員感謝農會推廣農產的用心 也祝福民眾冬武家姐愉快 我們很開心 我們蜜蜜農會 基本就是我們的魚子香 這些的婦女來陪到端午節 種植的活動 大家這裡的大節 大家都非常開心 因為裡面的料有非常豐盛 有我們的台灣米 有蜜蜜蜜蜜蜜 還有我們的台灣豬 所以包起來的肉質 特別香 特別好吃 所以大家都很早就來到蜜蜜蜜農會宮廳 大家齊聚一堂 大家來包到我們幸福 還有很香的肉質 也在這裡祝福祝大家 到端午節快樂 農會則強調 這次的活動 除了選用台灣米以外 更有魚池在地香菇 以及台灣豬肉 希望能夠達到 推廣在地優質農特產品的效果 記者邱平易 魚池採訪報導